是从吉隆坡下来 因为其实这个见证是我的孩子 你们看他的照片 跟他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其实他的问题 这个蛋白质柳子 是在07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太太他们去内蒙古回来 就发现为什么他会肿 肿了到下午他就又小 又增长回去 所以慢慢以来 再多一两个星期 他就一直肿不会小 越来越重 到了企业的时候很多人都讲 为什么 是胖了啊 好像感觉不一样 是真的是超重 这个是第一次我们就讲 去Furong Colombia去查一下 医生确定了 讲他是蛋白质柳子的问题 那时候我们还不了解 到底是什么 医生有讲 这个事情来讲 你要一定要留院 他坚持要我留院 因为一留院在那边 你肯定要花了几十钱 单单这个报告出来 验尿都要六百块 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想 负担真的是不能 结果我们遇到一个好行的医生 他们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们 你倒不如你进Sulerman医院 你进我的师父 Dr Lee 因为我们全马都是 这些问题的小孩啊 都是去找Dr Lee的 Dr Lee也是跟我们讲一下 她的问题是专 一定要吃肋骨醇而已 我没有要给你一次 只是靠控制 不过她有很多 老老实实讲 她的副作用 会一直胖 只是会 打网罢罢了 不会讲长高的 智力问题 肾脏问题 全部都是一样会坏 我就听到医生这样讲了过后啊 我们就怕了啊 当时我们就什么都没有想 就想讲 如果是这样Sulerman医那么好 我们就坚持的讲 第一天一进的时候 马上给她吃二十粒 不过是在第二天医生就讲 你的孩子可以回家 因为通常这一个问题啊 医生一验到啊 你一进院啊 最快的话三个星期才可以出院 不过我的孩子是讲 各天医生 他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这些就是医生所提的副作用 在她病发的时候 脸下体全部都是肿的 这些就是水分 所以 我们抱起的时候 每一个都想啊 种到那么离谱 这个她整个种水分 我们只是拿来跟她查 查了下去 短短几个钟头她会小 不过到目前来讲啊 我们已经差不多是有年多以上 医生是肯定讲 你的内固醇是完全不用再吃的 之前她要去院的时候是每个月 后来变成三个月 现在是讲半年去一次 讲只是检查看她的问题有没有在复发 还有一样的 因为她有吃天资的关系 因为我们都听医生讲了 她的问题 讲她不能长高 所以我们也考虑讲天资偷偷她不吃 我们硬硬逼她去吃 不过现在她天资也是很想 很喜欢在吃的 她本身第一次二十粒 后来吃几粒